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结果的分析 就是如果发生了 如果发生了 那这种文章呢 往往相对的客观性会好一些 所谓的客观性 这就不能 每个人理解不同了 它会表现出就是 是与不是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只不过分析的人的立足点而已 它会有着差距 那这份差距呢 就是你能否顺应这种大的背景 就是能否顺应生命的概念 因为利益的东西是最具欺骗性的 所以我才说利益共同体是相当邪恶的一种说法 利益共同体就是嫖客跟妓女 那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生命的概念是明媒争取的婚姻 我觉得这个比喻呢 有个朋友可能不一定接触 不一定接受 但是人人在 今天在现实环境中 太多的人会有着 都会有着这种内在心理的偏移 感情的偏移 有着自己情感上煎熬的一面 所以我刚才自己在 我跟大家讲这意思是讲说 太多的朋友在听述这样描述和例子的时候 你都会感到自己内心的煎熬跟被触动 那煎熬触动的里面包括了很多人们道德 自我道德的那种准则的约束 其实不是你觉得不好听 而是能感受到自己真正好的一面 自己有了一些非分之想 自己的道德在束缚着自己 那不就是很积极的一面吗 那一份道德的束缚是包括你的责任 你的道德的准则 你的生命中超越肉欲的一面 超越诱惑的一面在起着正面的作用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 同时呢 也能够感受到 在环境中 其实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真实的一面 可能远远超过有时候我们认识的一面 对吧 地缘政治就包括这样东西 它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说的 整个文章是在利益角度去说的 但是你会看到 而它中心是川普 但是你会看到川普在打碎着一切的规矩 全球焦虑 执政四年 具有世界及时的重要性 这句话代表着美国现今的地位 美国国家地位 任何其他国家都取代不了 而执政四年颠覆了过去数十年 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 备受瞩目 数十年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1971 1972 1971年 这个 台湾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1972年 尼克松 仿卫北京 对吧 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否定了当时的状况 那个是美国的不正确 是美国出事情 以至于到后来 对吧 这个用总统用 是卡特是谁 用个人的权利 来跟中共建交 那你看共产党干的都是毁掉一个人 个人个人个人 把这个人毁了 却改变 这个人却改变了国家 把国家落入 就给拽入了泥潭 这是真的 所以这里说 几十年外交政策的原则 不就是对中共的态度 对吧 格外关注 不论是欧洲的传统营邦 还是其他 都等着开票 那是 都等着开票 这个说法是因为 川普的独特性 他的特殊性 跟独特性 川普掀翻了 所有那些 在中共进入 中共进入世界舞台之后 所形成的假传统 出于交易 个人爱好 处理全球事务 激怒一些盟友 令一些国家不安 不安 那拜登就会重新返回去 所以这是一种 这是从利益的角度去讲的 而被摧毁的 那一份 所谓的价值观 是中共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的 价值观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 是这个 其实 他们想回到魔鬼的路上去 大多数国家 对川普 极度反感的 欧洲 很多人担心 如果会退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如此将开启一场安全革命 让欧洲社会需要重新武装 德国领导人尤其不安 那不就 那你欧洲是不负责任的国家吗 你把整个欧洲都交给美国 美国要承担这一切的费用 你们还在那儿很有道理的说 你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那样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 这不就是欧洲的败落 这不就是欧洲的问题吗 这不是 就是欧洲人本身的 这些国家的不负责任 对自己国民的不负责任 对其他人的不负责任 难道不是吗 你占便宜老占便宜 你要了吃老 要了吃 其实一明白人一看 就知道有问题 然后他却说 是川普把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给毁了 对吧 人家不给你饭吃了 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低头 你怎么这么缺德 你现在为什么不给我饭吃 你原来给了我那么多年 你现在为什么不给了 什么东西 这是必将被打破的 跟中国的全面对抗 这不用讲了 如果拜登胜利了 可以喘口气 他不就讲明了 拜登 川普对于中共的打击 打击超越了之前的所有的中国 对吧 那反过来 拜登就是要恢复到魔鬼统治世界的时候 这个很简单 丁一凡 恢复高层对话 美国一直在自我毁灭 这不有病吗 他还叫自我毁灭 美国自我毁灭 你是爷爷 你是奶呀 你是爷爷 你是奶呀 你是孙子 你是儿子 你是丫头 你是什么东西 有这么牛叉的吗 吹牛皮纸 这是 对不对 你说这东西叫高级研究员 就这个东西叫高级研究员 所有这些词都毁了 我开玩笑说 你别说我读书 我们不读书 读书的很多都给读下面了 把自己好端端的一个生命 读成了一块肉 很多读书就这个 香港示威者 川普抵抗中共压力 拜登会讨好北京 引起忧虑 这不都是利益吗 对不对 他不是生命人性的表达吗 你就看出来 所以川普是全球需要 人类社会在修改 人类社会在改变 改变的一切 应对了他的川普的出现 中东的关系 那推翻了核协议 如何跟 伊朗打交道 阿拉伯世界关注的头号问题 拜登胜选可能增加以色列 加速以色列 纳塔尼亚胡领导联合政府垮台 会迁到耶路撒冷走回头路 在他的领导之下 在川普的领导之下 以色列已经跟四个阿拉伯国家签署和平协议 他只字不提 这都是精英类 全是骗子 他只字不提 那个1948年 以色列建国以来 打仗一直打到今天 打到现在 结果人一年搞定了四个签署和平协议 你能说那是假的吗 你能说那是假的吗 他忽来吗 他为什么只字不提呢 就现在这媒体就这个 没跟你说下来 跟这个又倾民主主义的巴西 菲律宾 斯洛文亚 作为叫做执政为机会之窗 表明力挺川普 台湾力挺川普 那力挺川普的人 其实是回归正土的人都会力挺川普 所以这篇文章很多都是错误的 但他却解释了 川普是当今世界当中 整个国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核心人物 关键人物 川普打碎了 自1971年72年 中共重返世界舞台之后 所带来的一切魔鬼式的影响 他在打碎的过程中 这就被他们称为叫传统 恰恰 那个不 对不起 恰恰那东西不是传统 恰恰今天川普回归的是传统 那原来那是什么 那是妖精 那是魔鬼在统治的世界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